提到外送員其實他們賺的也是辛苦錢 那麼不管是大熱天或下大雨都得外出工作 不過現在自己人同行還互坑嗎 高雄檢調呢就接獲了報案 有一名說信外送員看準了其他的外送員注射之後 你不會改密碼因此動了歪腦筋 倒用他人帳號密碼來接單 還坑了五千多塊現金 大太陽底下外送員東奔西跑賺的是辛苦錢 但這麼辛苦卻有自己的同行動起了歪腦筋 沒有遇過那種外送員 同樣公司外送員盜用別人的帳號 聽說過了一定會怕的 還是會盜用的 擔心帳號密碼被盜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賺的辛苦錢可能付諸流水 檢調就接獲報案 一名外送員註冊熊貓帳號以後 沒有編個密碼 被一位書信同行盜了帳號 而且在登錄以後還篡改對方的密碼 之後這位搞鬼的外送員 接單收了現金五千多塊錢 卻沒有上繳公司自己拿去花用 搞鬼的外送員害得無辜被盜的同行 因為公司收不到錢 被迫先佔付了金額給平台 起發後來在接獲報案以後 展開查記把人逮捕送辦 而盜用別人接單的外送員 也被依侵佔罪起訴 這一定是可以抓到的 也是可以抓得到的 一定要有一定的IP位置跟監視器 正在這起外送平台搞鬼的案件 外送平台業者強調 經常提醒外送員要更改密碼 也呼籲外送的夥伴 如果發生疑似被他人冒用帳號的情況 要立即回報系統 系統將會暫停帳號的使用權 一經查辦屬實 也會立刻解除雙方的合作關係 記者葉洪榮高雄報導